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那个就是原来的国民党的总部 它正对的就是那个现在的所谓的台湾的总部 但是话说回来啊 这样的地方很少 并没有很多的旗帜 对对 看看下一张 来 这精神 我也有印象 他们这兵啊 这是中正纪念堂的一个建兵 他满脸是海维里的遗障 小亮在 忍不住拍了一张 打仗不一定行 立正还挺帅 来看 理论后果好像什么 伦理 伦理 再看下个 下面就是本人的 哎呦 尽管孙一仙合影 跟孙一仙合影 主要是这个日子一百年了 咱跟国父那里合之间 对对对对 这个样子是比较老土一点 什么事 就到此一游 所以所以这个 人站的挺端正的 而且呢 这个两岸故宫都有展览 这次你看徐老师拿回来 这是专门他台湾为了纪念这个 精彩一百嘛 这个国宝总动员 我发现台湾这个起名啊 深受他们综艺节目的影响 这国宝他的总动员 他是一番苦心 他要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对对对 他要吴忠宪跟这个蔡刊友的观众 没错 他这个就是电影吧 有一个电影叫海底总动员 玩具总动员 玩具总动员 这是他儿童 那个那个蒋介石那个纪念堂 那个忠诚纪念堂 忠诚总动员 不是忠诚总动员 上面人不多 下面排长龙 我心想有这么多人 这个要看这个 这个顾总统什么吗 原来不是 一个展览首总之冲 漫画展览 哦 所以一个漫画展览 下面排呼呼呼 长龙 所以他基本上 他故宫他也是这样 他要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对 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让一些比如说像周杰伦啊 蔡依林的粉丝都要来 那你得给人家说精彩一百 国宝总动员 没错 据说他的东西是很多 他的管呢 其实地方并不大 是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摆呢 他说要分几十次怎么样 才能摆 他所有的东西要分几次 所以呢 他就可以经常有各种不同的展览 换展 所以你说你以前什么长剧是吧 对我小的时候我念小学 我在台湾住的时候 我外公就几乎有一段时间去的很密集 就几乎各个礼拜去 后来是起码一个月去一次 所以基本上去过几十次 一百次是肯定有的 那基本上是都看了不少 但也不敢说都看完 因为他很多东西 他并不在领展范围内 对 他是也许是真的就存着 隔很久才拿出来一次 但是 坦白讲啊 我觉得年纪很小的时候去看 有好处 你知道很多知识 但是我觉得年纪太小 没有那种领悟 领会的那个感受 是的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看 也就是个看 也是个知识上的增长 但你说要真觉得这东西有多好呢 那时候没有领略掉它的妙处 反而是年纪大了 上了岁数了 三十岁之后了 再看感觉就不一样 就是我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呢 真的像徐老师说的一样 说你要喜欢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老了 不是老了 这个就是以前林宇棠说的一句话 他说你二十来岁的时候 你就看西洋的东西 三十四十岁的时候 你回头进到中国 回到中国文化 回来来就再出不去了 这个 就是多人的一些东西 你才发现怎么这么好 我已经十几年就去过 我重新再看《郭希早春图》 像完全重新看一样 就是你真的有很多东西 你以前看过吧 看过 知道吧 知道 对吧 王岐都看过 但为什么现在看就是不同了呢 我只能觉得这真是 说明你进步了 也许吧 说明你进步了 说明我老了 我跟你说 这个 我有一个画家老师 他就是看这个大英博物馆 他说 应该有那个中国艺术品的 那个中国画的博物馆 他现在楼上 他看了一个西方的 这个油画的这个展览 我这个老师 他自己就是画油画出名的 看了个油画的展览 然后再下来 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宋朝的画 看见中国的这个水墨 山水之后 他感慨一句 他说这一笔啊 西方的那个画 那就是葱爆羊肉 很油画 那可不就是口味太重了 你看中国的这种 真是 我是不是前一阵刚去这个俄罗斯吗 他们那个八世纪九世纪 那就是不得了的东西了 那从那个到后来 他们的天翻地覆 可我 我们看看我们那个八世纪九世纪 那个那边唐玄宗写的字 跟我们今天写的字不一样吗 我们不就在学到那一笔一画吗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性 这是你是具体可感的 而且他有一点可靠在哪里啊 就是说 我去看的时候 正好碰到陈明元夏小洪吧 北大中文系组 他说他们那边的这个写出来 只要不特别标出来 就一定是原件 我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常听说一种说法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诚信危机嘛 很多人说你在故宫看的这个比方亲密上额图啊 那是仿件 什么东西 那个原件是不拿出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 常常这样听 所以你就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原件 虽然我们这些人的水平 你不是原件 我也分不出来 但是咱满足一份这种崇敬之心吧 就在你一尺钱 它是一个原件 跟它是仿制件 在我心理上 影响是很不一样 有分别 有分别 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啊 我有点怀疑 我觉得北京故宫那个应该也展出也是原件 也是原件 但只不过中国特别流行 就是说 哎呀 这个好东西得流起来 就这个讲法 按照这个逻辑啊 有时候我在街上碰到 哎这是什么县委书记 说这个说不定也是仿制件 原件是在县委办公室里都不出来的 没错 假的 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但故宫展出的也都是 不不不故宫是真的 故宫 你在台北故宫看呢 我这个国庆节还去了这个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 不是说多少万人吗 你就挤在那个都十几万人里面 没错没错 哎呦 那家伙人山人海啊 但是我我我去看的是什么呢 这个蓝亭展 蓝亭展 北京的一个 北京的特展 蓝亭的这个特展 就是中国文化里边有一种蓝亭文化 对 你知道吗 这个蓝亭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个蓝亭集序啊 嗯 多少个踏片 多少个仿制件 但真正的那个原件 没有了 据说是在陪着唐太宗下葬了嘛 唐太宗太喜欢了 下葬 但是也有人怀疑 说难道说他儿子 这个唐高宗李治啊 还是包括武则天 不抢错吗 真听了他的话 给他殉葬了吗 说也可能不在唐太宗的份里 也可能在武则天和他份里 就是说有这个说法 但是他搞这个展览 我可以证明是这个是原件 就也是很近的距离 就过去乾隆皇帝说呀 三西唐法街 三个嘛 你在台北故宫 有这一个就是王羲之的快雪石晴 对对对 就在台北故宫 还有呢这个王群的柏顿贴 还有什么王献之的什么贴 这就总共三个 我看到另外两个 主要看的是当年唐太宗太喜欢这个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然后找的这个叫冯成素这么一个人 就是就是某啊 某某话 据说是高仿真 据说是高仿真的 反正然后呢 你就看 又延续下来 中国就是这个蓝亭文化 哎呀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原来很多呀 原来很多 但那个特展又专门要买门票 不用 他是包括在总的门票 对对对 你看一般故宫门票 听说是60块钱一张 我呢多了40块钱 因为我买的是黄牛票 排队你排一天你也排不到啊 那天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在这个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啊 我们讲讲这个老祖宗的东西 是吧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徐老师还带来照片 就两岸的这个 呃咱们看看啊 有这个徐老师在台北古宫见 哎我这个先给你看徐老师 这个这个啊 是我最近在河南博物馆 嗯 青铜器啊 连鹤方胡 你看看这个漂亮啊 当然他这个拍的太差了 来再看 再看下一个照片啊 你看顶上啊 有这么一个鹤 鹤了 所以连鹤方胡 那展翅飞翔的鹤 你再看下面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你看春秋连鹤方胡 当年这个这个对这个这个 这是举世文明的啊 这个青铜器 而且这个郭沫柔 你看下边 我要这个说的就是郭沫柔 你看啊 郭沫柔这个专门对这个胡啊 有一个一番评论 连伴之中央啊 复立一个什么清新俊义之白鹤啊 然后呢 他认为做这个玉名之状 他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精神之象征 此鹤突破了上古时代之鸿蒙啊 正愁愁满志 你这皮泥一切啊 踏着船 踏这个传统于其脚下 而欲做更高更远之飞翔 这正是春秋初年 由殷州半神话脱出时 一切社会情形 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